赖清德已接受所谓专访皆过境窜美之急 散布台独谬论 再次暴露其为谋取私利 不惜出卖民族利益 恬不支持以美谋独的本来面目 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名玩不化 彻夺彻尾的台独分裂分子和麻烦制造者 赖清德在专访当中谎言 台湾已是主权独立国家 台不必另外宣布独立 叫嚣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同国的一部分 双方不必数 这是赤裸裸的谎言和调劲 不久前赖甚至还公开宣称 要实现台湾领导人走入白宫的终极目标 这充分暴露赖作为台独分裂分子的极端危险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 清晰 法理事实清楚 虽然海峡两岸尚未同意 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 从未改变 也不允许改变 中国拥有对台湾主权从未改变 也不可能改变 目前全世界有包括美国在内的182个国家 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 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美国政府也多次渡身 不支持台湾 何来台湾主权之说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国家 赖清德声称 希望民衆国家支持台参与国际事务 让台更好地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这是借台湾所谓国际参与问题 搞政治操弄的惯用纪念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后权利 参加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中国政府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 曾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做出妥善安排 民进党当局顽固追行态度分裂 拒不接受九二共识 致使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国际活动的政治基础 不复存在 有关安排难以为 民进党当局反复操弄 卫生防疫 强空安全等问题 根本不是为台湾民众扶持着想 而是企图拓展国际空间 谋求外交突破 和台湾为国际社会做共济 在今年世卫大会期间 近140个国家公开支持中方指 设台提案再次被拒绝 这再次证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民进党企图以悲情和同情 以民主掩护其台独分裂情绪 只能是一厢情愿 难逃失败下场 赖兴得沿用民进党通过煽动对视 操控选举的一贯套路 大肆攻击抹黑大陆威胁 借民主旗号制造国际支持奖项 拉拢有关国家为其台独主张背书 耐声称台将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 深化民主 美国会继续支持台 实质是欺骗国际社会 为其选举造势 排富外国势力 为其牢独撑腰 是赖兴得抱美大腿 以美牢独的右翼表演 再次凸显及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心 赖某雄以务实为掩护 用民主做包装 借和平来粉饰 企图洗脱各方对其台独 计划的高度疑虑 却难掩其包装的台独分裂祸清 只会给台海和平稳定 带来巨大危害 只会将台湾推向 兵凶战危的行径 只会给广大台湾同胞 带来深重祸害 台独是绝路 台独分子一美谋途 绝不可能合成 我们将从国际社会一道 坚定为服一个中国权子 坚定捍卫国家主角和领土完整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和外国势力对其公众支持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中国完全统一 使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 也是改变不了的历史踏实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有台湾 都是有狠 我们下次再接着 感到 你擅知